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19題到第22題 那這4題呢 其實就好像是在對Black Shows 的模型做一下壓力測試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今天Black Shows 它的模型 還是在某些特定的假設之下推導出來的 那我們都知道模型永遠是錯的嘛 基本上模型就是一個玩具而已 只是說它好不好玩 它能夠解釋多少真實的社會的現象 但是基本上模型它還是一個玩具 既然是玩具的話一定就是錯的 所以模型永遠都是錯的 但是今天一個錯的模型好不好用 我們還是要看一下說它能夠解釋真實的社會多少狀況 而且在某些極端的狀況之下 我們財務直覺是可以導引我們得出一些結果的 那這個模型也應該要在那些極端的狀況之下符合我們的財務直覺 不然這個模型就一定有問題 就是說連在很極端的狀況之下 我們直覺上都覺得財務上 某些資產價格應該要到達某一個水準 但是這個模型既然達不到的話 那就顯然有點問題 所以可以把這四題翻成 就是在對Racious選擇權公司做一下壓力測試 好 那我們看一下第十九題 是說明了BSM公司在標的股價極大時的結果 並說明是否與財務直覺相符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財務直覺會是什麼 假如說今天標的股價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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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的話 那事實上今天一個買權到期的時候幾乎就會架內到期了 但是我們知道一個買權到期的時候 那你是收到S大T-K嘛 假如說今天標的股已經是很大很大了 那你幾乎是架內到期的話 那你到期的時候是拿到S大T-K 那我們說風險中立的經濟體系之下可以爬折現 所以一個買權它今天的價值 約約就會是S0減掉K的折現 這個買權的價格應該是要這樣子 那對賣權來講 因為標的股價很高的時候 那這個賣權幾乎就會價外到期 所以到期的時候幾乎就會拿到0 那你把0用5風險利率折現的話 事實上這個賣權的價格還是要非常的接近0 這是我們從財務直覺所得到的結果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Brecious的公司 會不會得到這樣子的結果 那我就把這個公司寫一下 寫一下大概花個半分鐘吧 那其實在這個地方在做的時候 就是要特別的注意 D1跟D2它在這些極端狀況之下 它的結果會是產生什麼事情 那我們就說D1其實就是S除以K代取LOG 然後後面再加上R加2分之1SIGMA平方 然後T再除以SIGMA根號T 這事實上就是D1 那D2就是D1減掉SIGMA根號T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如果今天假如X趨近於無窮大的話 其實這一項就會趨近於無窮大 那其他都是常數 所以我們就發現D1事實上就會趨近於無窮大 那因為D2就是D1減掉一個常數 所以當D1趨近於無窮大的時候 那D2其實也是會趨近於無窮大的 所以今天D1趨近於無窮大的 那D1就是趨近於1 然後ND2也會趨近於1 但是當D1趨近於無窮大之後 那-D1就是趨近於-5窮大 所以N的-D1就會趨近於0 然後N的-D2也會趨近於0 所以我們這個結果之後 我們就得到其實買權它的價格會是怎樣呢 買權價格我們就把ND1等於1 N的-D2趨近於1就帶進去 我們就發現買權它就趨近於S0減掉黑的折線 然後賣權就把N的-D1跟N的-D2帶進去 所以賣權就趨近於0 所以我們說呢 Bracials的結果在這個例子裡面 當股價趨近於無窮大之後 它的結果真的趨近於我們知覺所想的結果 那這樣子就說 其實這個模型雖然一定是錯的 但是至少在這個極端的狀況之下 它還蠻符合財務直覺的 好那我們看一下第二十題 第二十題其實跟第十九題還挺像的 他說是說明BFM公司在標的股價極小的時候它的結果 並說明是否與財務直覺相符 好那這幾乎就是把尷尬的地方修改一下 所以我們就拿不同顏色來改吧 也就是說今天假如X趨近於0的話 那到底呢 買權會趨近於什麼呢 那因為這個買權幾乎到期的時候 會是價外到期 所以到期的時候呢 它就是什麼都拿不到 那你把什麼都拿不到的東西呢 就把它折現回來的話 其實呢 買權價格就要非常趨近於0 好那賣權呢 因為對賣權來講 它到期的時候幾乎就是會價內到期了 所以呢 它到期的時候呢 就是可以拿到可以減掉XRT 但是呢 我們說這個是未來才拿得到的嘛 所以呢 你假如要算它今天的價格的話呢 那其實呢 就是要把它折現回來 而且是用五公選利率折現回來 因為我們是在公選中地的社會上評價 這個也是一件商品 好 所以折現回來呢 就是K的折現減掉X0 減掉X0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是不是真的這個樣子 所以呢 假如說今天X呢 非常趨近於0的話 那其實呢 這地方LOG除以K 就非常趨近於0 但是呢 我們知道呢 一個LOG非常趨近於0的數其實就是負窮大 所以呢 D1呢 它就會趨近於負窮大 負窮大 好 這寫的不好 我把它寫大一點好了 好 所以D1呢 就會趨近於負窮大 然後呢 D2呢 也會趨近於負窮大 好 所以呢 ND1呢 就會趨近於0 ND2呢 也會趨近於0 那因為呢 D1趨近於負窮大 所以負的D1 就趨近於正五窮大 所以呢 N的負D1呢 就趨近於1 N的負D2呢 就趨近於1 好 那這樣的話呢 你把ND1趨近於0 ND2趨近於0 帶進去負窮大 這個公司裡面 你就發現呢 買權 Precious的價格 幾乎就是趨近於0 然後呢 你把N的負D1 趨近於1 N的負D2趨近於1 帶進去Precious賣權的公司裡面 那你就幾乎呢 就得到賣權呢 它就會趨近於 履業價格的折線 減掉S0 所以在股價極小的時候 Precious所得到的結果 其實跟我們財務直覺 所想的 是非常的像的 好 那其實市場這個東西呢 我們也可以用買賣權平價電力來思考 也就是說呢 Precious買賣權平價電力呢 是長成這個樣子 是長成這個樣子 好的 所以呢 在我們剛剛三個題目呢 當股價趨近於無窮大的時候 那我們說呢 C它會趨近於什麼 它會趨近於呢 X減掉K的折線 C會趨近於X減掉K的折線 就是說呢 如果今天講X趨近無窮大的時候 然後呢 C會趨近於X減掉K的折線 那假如說你把X減掉K的折線帶進去的話 左邊就只剩下X減掉K的折線 所以這條式子假如相等的話 那P就只好趨近於0 那再來就是呢 假如說S趨近於0的話 那我們說呢 C它就會趨近於0 那0呢 左邊就變成是K的折線了 那右邊呢 怎麼辦呢 右邊也要趨近於K的折線 所以P呢 就只好趨近於K的折線 然後呢 減掉X0 那這樣的話呢 左邊兩邊才會同時趨近於K的折線 那我剛剛瞄到一眼 發現說這裡少寫一個T 好 所以呢 我們說當股價極小的時候 那其實呢 Brecious它的結果也符合我們財務的直覺 也就是說呢 買權它的權利金應該要接近於0 然後呢 賣權的權利金應該要接近於 預約價格的折線減掉X0 好那我們現在看一下下一題 是說明呢 Brecious的公司在波動度極大的時候它的結果 並說明是否與財務直覺相符 那這個就只好再開一個新的小畫家了 不過開了就 好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 當波動度呢 假如趨近於無窮大的時候 那我們來想看看 買權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因為呢 波動度趨近於無窮大呢 你就可以把它想成呢 今天未來的股票的報酬率 也就是說 波動度是定義在報酬率之上的嘛 所以呢 股價的報酬率呢 它的分配就會變得很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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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可能是這個樣子 那波動度假如很大的時候 其實呢 這個分配就會變得非常的寬 我覺得花得不大好 就會變得非常的寬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出現漲很多跟漲很少的可能性的機率都會越來越大 反而呢 在中間的機率就會越來越小 好 所以呢 我們就想像假如波動度趨近於無窮大的話 那因為呢 今天股價趨近於很大值的機率 也會越來越大 也會越來越大 所以呢 我們就直覺上想了 今天一個買權呢 它就應該會漸漸的往它的價格上限移動 所以呢 我們就預估一個買權它的價值呢 可能就會逼近於現在的股價 好 那賣權呢 也會逼近於它的價格上限 那我們再想一下 我們之前在講說歐式賣權的價格上限是什麼 事實上呢 就是K的折現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結果 就是說 你就把它想像成波動度很大的話 就是股價的報酬率 那股票報酬率呢 越來 未來呢 大漲或大跌的機率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那不管是大漲或大跌的機率都很大 但是呢 留在中間的機率呢 其實就越來越小 所以呢 今天假如說大於某個K的機率呢 事實上就會越來越大 或者是小於某個K的機率呢 其實也會越來越大 就會使得呢 這個買權和賣權呢 就會接近於他們的價格上限 好吧 這個是直覺上來想 事實上呢 你也可以從買賣權評價定理來思考 因為你說買賣權評價定理呢 是 不管你的模型 假設標低伍怎麼跑 都必須要符合一條式子 所以呢 當今天假如說波動度很大的話 然後呢 這個買權接近S0的話 那因為呢 左邊已經變成S0減到K的折線呢 而呢 今天賣權呢 它就只好趨近於K的折線 這樣兩邊呢 它的財富都會是標低伍價格加上K的折線 那這樣才不會有套利的機會 所以呢 我們剛剛已經用直覺上來想說 今天假如波動度趨近於無窮大的時候 那其實呢 買權應該要 它的權利金要接近它的價格上限 賣權的權利金呢 其實也要接近它的價格上限 那買權的價格上限呢 就是 現在標第五個價格 那賣權的價格上限呢 就是 呂月價格減掉折線 那你一定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呢 我要把剛剛的結論再講一遍呢 那原因就是因為呢 我要把這Brecious的公司寫出來 那怕呢都沒有人講話 有點冷場 所以 我就只要把剛剛的結果呢 再講一遍 那順便呢 再加深一下大家的記憶喔 這個可能也是沒有用投影片的一個壞處啦 因為東西不見了之後 就是要再重寫 好 那我終於寫完了 好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就是說波動度假如距離無常大的話 嗯 這時候你就會說 那有點麻煩了 因為呢 這個波動度呢 不但出現在分母呢 也出現在分子 那這樣的話呢 到底怎麼辦呢 其實不用緊張啦 因為你可以發現呢 這個D1呢 很容易 把分子有沒有波動度的部分 把它分開來 所以呢我們只要把第一部分呢 就把它分開來 那你可以發現這第一部分呢 分子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波動度的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分子有波動度 所以剛好可以跟分母呢 做一下抵消 所以第二部分呢 就得到這個結果 就得到這個結果 好吧 那我們來看喔 那當今天假如 波動度趨近於無窮大的時候 波動度趨近於無窮大的時候 那事實上呢 D1呢 就會趨近於無窮大 那ND1呢 就會怎樣 就會趨近於1 ND1就會趨近於1 好 這個是D1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呢 D2的部分 那D2的部分呢 其實跟D1很像 就只有差在哪裡 就只有差在這個R 這個地方是減 就是R減掉2分之1σ平方 整個括號乘以T 所以呢我就直接把結果寫出來了 我們還是一樣 把波動度 分子有波動度的部分呢 就把它 跟分子沒有波動度的部分 就把它分開來 所以呢 寫出來的結果 你就發現呢 跟D1很像 只是呢 後面這個地方呢 變成減的 好 所以呢我們就來思考一下 當波動度趨近於5窮大的時候 那D2會變成什麼呢 D2事實上就會趨近於-5窮大 所以N的D2呢 就會趨近於0 但是呢 D1角趨近於正5窮大的話呢 那-的D1就是趨近於-5窮大 所以N的-D1就會趨近於0 然後呢 然後呢 D2角趨近於-5窮大的話 那ND2呢就會趨近於0 但是呢 N的-D2呢 就會趨近於1 就會趨近於1 好 所以呢我們就把這整個東西 帶進去 Precious的公式裡面 那我們可以發現說 ND1趨近於1 ND2趨近於0 那在這種中環之下呢 Precious的C就會趨近於呢 就會趨近於呢 現在的標地物價格 好 然後呢 N的-D1趨近於0 N的-D2趨近於1 所以呢 Precious的公式的賣權就會趨近於 比約價格的折線 那這個結果跟我們 用直覺的想法來想 是完全得到一樣的東西 所以Precious的公式在 波動度趨近5窮大的時候 它又通過壓力測試了 它的結果又跟我們財務直覺是相符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呢 最後一個壓力測試 說明呢 Precious的公式在 全力期間即場時的結果 並說明了 是否與財務直覺相符 那這個就簡單多了 就簡單多了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們想看看 假如說今天 在這裡畫開 畫一個小小 假如說呢 今天P區進入無窮大的話 那因為呢 這整個Precious的假設呢 在風險重力的經濟體系之下 它就假設呢 股價是用無風險利率成長的 所以呢 標的股價是會一直成長 是會一直成長的 那當你全力期間很長很長很長 非常長非常長的時候 那標的股價呢 可能不只要成長到 多高的地步了 所以到期的時候呢 你的報場呢 S大T-K呢 其實那K可能都已經會不足道了 你到期的時候呢 就幾乎會拿到S大T喔 這個是到期的時候 所以呢 你今天假如把它折現回來的話 那一個買權呢 它的價值呢 就會趨近於未來股價的折現 那當然就是現在的股價了 好 可是呢 我們來看一下 假如呢 今天 全力期間趨近無窮大的話 那賣權會變成怎樣 那因為呢 就像剛剛所說的喔 全力期間趨近無窮大的話 那股價長期來講是 在這個模型裡面 是用五風險利率成長 所以 未來股價可能已經高到 一個很誇張的地步了 那換句話說 這個賣權呢 幾乎就是會價外到期 所以它未來的報場呢 就是零 未來報場就是零 當然你把零折現呢 其實還是零 所以呢 我們說從財務的直覺來想 全力期間非常非常長的話 買權呢 它的全力期間會趨近於下來的股價 那賣權的全力期間就會趨近於零 那假如說呢 我們用買賣權平臺定理來看的話 那當然呢 全力期間趨近於無窮大的話 對 X0 所以 好我看一下喔 突然有點卡住 沒有事喔 我知道為什麼 那假如說全力期間的趨近於無窮大的話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 買權呢 其實趨近於標第五的價格 標第五今天價格 但是呢其實這個K的折現呢 幾乎就趨近於零了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左邊呢會趨近於S0 那當左邊趨近於S0的話 那P怎麼辦呢 P它也只好呢 就趨近於零 趨近於零 這樣左右兩邊呢 才會都B近於S0 所以這就跟我們剛剛所想的 標第五的價格呢 會趨近於下來的 賣權的價格會趨近於下來的標第五價格 賣權的價格會趨近於零 這個是我們財務直覺所得到的結果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Precious的公司 是不是會長成這個樣子喔 那假如說呢 權利期間呢 趨近於無窮大的話 趨近於無窮大的話 那其實呢 K的折現這一項就不見了 K的折現就不見了 然後呢 我們看一下D1會是什麼 那D1呢 你看一下這整項喔 那其實它的T呢 分子是一次方 但是呢 分母呢 其實是開根號的 所以呢 這整個東西呢 其實講起來呢 經過化檢之後 D1事實際上是會跟權利期間的開根號 是成正下關係喔 是成正下關係喔 所以其實呢 在這種狀況之下 D1呢 它就會趨近於 嗯 真的無窮大 那D1趨近於真的無窮大的話呢 我們就發現呢 這個ND1就趨近於呢 D1喔 所以呢 整個買權呢 它就真的趨近於 現在的標的物的價格喔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對賣權來講呢 會怎樣 那因為呢 K的折現呢 在T趨近於無窮大的時候 其實呢 這一項也幾乎就不見了 所以就只剩下 後面的這一項喔 那因為呢 D1趨近於正的無窮大 所以呢 負D1就會趨近於負的無窮大 所以呢 N的負D1呢 其實這一項呢 就會趨近於利 所以那整個這一項也不見了 所以最後呢 我們就說P 它呢 也會趨近於利 好 所以這就是整個呢 Brecious的公司 在 我們權利期間擠場的時候 那 他說買權的價格會趨近於現在標準價格 賣權的價格會接近於利 其實跟我們財務直覺 所想的是 完全相同的喔 好 所以呢 這四個題目呢 就是對Brecious的公司呢 做一下 壓力測試 看看在極端的狀況之下 那是不是呢 Brecious的結果跟我們財務的想法 是完全一樣的 那就發現呢 嗯 的確是一樣的 所以呢 雖然模型都是錯的啦 但是呢 在某些極端的狀況之下 它還蠻符合實際的狀況 所以在用這個模型的時候 你就會更有信心了 谢谢观看